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A B都大於等於0 他要你證明 這個不等式乘以1 我就把這個減減看 看會不會大於等於0 我們來看 A加B 乘以A四四方 加B四四方 減掉落差 A平方 加B平方 乘以A三四方 加B三四方 這個展開來的話 有一個A五四方 加上有一個B五四方 加差項的話 有AB可以抽出來 這也有AB可以抽出來 AB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 這剩下A三四方 這多少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你把它展開來 A五四方 V五四方 就是 A的五四方 加上B的五四方 加交差項 有A三四方 B平方 的話 有個A平方 B平方 可以抽出來 A平方 B平方 抽出來 抽出來 就剩下A A平方 B平方 抽出來 剩下B A 那A的五四方 可以消掉 B的五四方 可以消掉 所以剩下多少呢 剩下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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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的話 可以抽出AB來 把AB抽出來 那A三四方 加B三四方 剩下多少呢 AB乘以A的話 是A平方 B 剩下 AB平方 然後 我這兩項合併 就等於我撒AB 這兩項合併的話 A平方可以抽出來 A減B 這兩項合併 這兩項合併的話 是加多少呢 或者是加 B平方 抽出來 B減A 這兩項合併的話 所以是AB 我把A減B抽出來 那變成A平方 減B平方 這裡面有個A減B 跟它合在一起 變成A減B的平方 AB A減B的平方 成A加B 那因為 這些都大一等於0 大一等於0 這個也是大一等於0 因為是平方 所以這是大一等於0 那既然大一等於0 所以這個大一等於這個 因為這個大一等於0 所以 A加B 乘以 A四十方 加B四十方 這個叫大一等於0 A平方加B平方 乘以多少 A三十方 加上B三十方 這樣就得正了 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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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B